由於疫情延燒 全臺各地陸續出現第三劑疫苗的強打潮 因此各縣市也陸續加開中大型的施打站 中央和地方政府都保證疫苗充足 十五號也會重新開啟一九二二預約系統 民眾排排坐等著打疫苗 高雄大東文化藝術中心九號重啟施打站後 每天都大排長龍 沒預約到的民眾 索性到現場碰運氣 現在看起來有一點嚴重 所以我們就要來打疫苗 十一號開始高雄市加開第二處 國際會議中心大型施打站 目前疫苗總庫存接近二十萬劑 為鼓勵七十五歲以上長者 第三劑比照之前一二劑 採發通知社區施打模式 北部疫情擴大指揮中心宣布第三劑 間隔縮短為十二週後各地出現強打潮 但沒了統一預約平臺向新北等縣市出現預約混亂或約不到的狀況 指揮中心預計十五號重啟一九二二預約平臺 以第三劑為主 但有一個大陸的規劃 在這三天以後 趕快給我們適當地做好 剝補 主要是針對的是第三劑的部分 那在十五十六號可以進上線來預約 指揮中心預計十五號重啟一九二二預約平臺 以第三劑為主 但有醫師認為重啟太慢 以臺中為例 儘管市府表示 加上十一號下獲得十萬劑莫德納 臺中總庫存超過二十萬劑 但因預約人數太多 還是讓各醫院接電話接到手軟 怕打不到民眾一早八點就來排隊 疫情嚴峻 加上即將過年雙北 臺中及高雄等縣市都陸續加開中大型施打戰 要緩解施打人潮 各縣市政府也呼籲民眾 除非醫師判斷不適合施打 否則應盡快接種疫苗才能降低染疫風險 記者陳煥與許正俊綜合報導